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Sharon 我们已经画好了 我会给你大概解释一下我们会怎样去打造你的物质 所以大门一进来这边呢 旁边这边我们会放一个shoe track 然后shoe track这边的墙呢 全部我们就是会弄成是一个wallpaper这样子 它是那种摆设砖的那种wallpaper 然后这边呢 我们会做一个我们会放一个stand lamp stand lamp呢 旁边这边呢 我们是会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sofa bed 它又可以弄成是床 它又可以弄成是sofa这样子的 然后地上这边呢 我们就会放一个coffee table 然后我们会放一个地毯啦 然后这边呢 墙壁我们就会挂一些墙 挂一些那个叫做照片啦 来布置一下这一边 然后我们会放一个假的树在这一边啦 所以这个是living room的一面 living room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会下一个wallpaper 也是一样的那个摆设砖的那种的wallpaper 然后电视机还有dv console这样子啦 ok 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那个balcony balcony来讲呢 我们地上呢 我们就是会弄成是一个grass carpet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outside的outdoor的那一种的double and chair这样子啦 就是可以给人家坐在那边休息这样子看风景 ok 然后那个 我们会做一个吊灯在这边 ok so 这个大墙就是balcony啦 来到了那个最小的房间 ok 最小的那个房间呢 我们地上呢 我们全部就是会做成是一个laminate flooring 这个laminate flooring的颜色呢 我们就会选择那种亮幕色的一个 一个的那种的颜色啦 亮幕色的 所以感觉就好像很轻快 很有那种 加一点点那种日本式的感觉 ok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就是会做下baller 下了baller过后 我们还是会做laminate flooring上去 所以就感觉是整片这样子是那个整个是暮色这样子咯 就好像一个日本就是比较是那种日本有点北欧这样子的感觉 整间房间这样子啦 ok 然后上面呢 我们就是放一个matrix这样子 就是没有床的 是直接一个matrix这样子啦 ok 然后呢 来到它的前面 它的这一边呢 前面这边我们会做一个是那一种 就是直接是靠墙的那一种的一个像是一个桌子这样子 ok 然后就 它们就直接就不需要椅子啦 就直接坐着在这个那个 我们叫做platform上面 然后直接是坐着就在它前面了 所以就蛮审慰一下的咯 ok 然后旁边这边呢 我们会做一个挂一幅的给它们去钓一幅 然后啊 当然是下一些图案在这一边呢 还有就是 说一盏灯在这边呢 ok 说这个是最小的房间 ok 给你们看 给你看一下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呢 一进来呢 来讲的话 这一边我们就是会做一个covered open style的那种的covered ok 然后啊 我们这一边就是会下一个clean side bed clean side bed 然后旁边是有一个bed side table这样子啦 然后床头这一边呢 或者是一张照片这样子 图案这样子 ok 然后来到这一边呢 床呢 前面这一 side 我们也是会做成是那一种就是 靠墙的那一种的一个一个桌子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放一些白色啊或者是 可以给那些guards来做 我们会做一些socket在那边啊 就是给他们chargent化那些的地方咯 然后我们会买一个stool放在这一边咯 ok so 还有这一边呢 我们会做成这一边呢 我们还会做一个dressing table 在master bedroom 就是可以给他们去照镜子啊那些啊 然后可以给他们熟悉啊啊 就是吹头发那些啦 ok so 从两方 大致上我们就没什么东西 我们只会装灯 因为你们从两方都是蛮齐全一下的啦 ok 来到这个小房 这个比较小的房间我们觉得是蛮大一下 所以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打算放两个clean size bed 所以可以睡多四个人 ok 然后我们当然会放一个blessite table 然后来到这边我们就是会放一个covered open style的一个covered 然后我们这边会放一个桌子跟椅子这样子啦 一样的就是可以给他们去照镜子那些这样子啦 ok so 这个是另外一间房间 厕所我们也是没有动 ok 只是装灯罢了 ok 来到了饭厅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会放白色一个桌子跟椅子在这边这样子啦 ok 然后这一边呢 饭厅的后面这一 side 我们会这个墙壁很大嘛 我们不想看它太空太单调 所以我们就会放一个dresser 然后我们就会白色一些东西了 我们会买一个radio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放一些jazz的格子 就感觉很像很很轻松很轻快的感觉 ok 然后我们当然墙壁这边呢 我们也是会白色就是放一些图案这样子啦 ok 然后来到了厨房这一 side 厨房这一 side我们大致上没有动 只是会给你放一个冰箱而已咯 因为这个kitchen cabinet就是你 你已经去安排人家做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到这一边咯 ok好 so 大致上呢 这整个就是你的unit啦 ok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联络或者text我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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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